这个地方局的七个诗 第三 名号立业 独徒难死 你看 善道大师讲的 生年必胜 第十八月 随他 祖师大德 他们在一起 研究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哪一月最殊胜 大家都知出 第十八月 太殊胜 一生 没有接触过佛教 到灵命中的时候 你那一口气还没断 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你 叫你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你马上就相信 马上就发愿 就真想去 就真念佛 念实生佛号 你就往生路 有没有这种人 有 这种人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说这个法门就男性之法了 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大臣经里面 菩萨 菩萨祖师 说了很多 真正 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 都是过去生者 曾经供养过 无量 祝福 在这一声当中 没有缘分 闻到 最后听到 得祝福如来的加持 他的信心 立刻升起来 十句佛号 乃至于一身佛号 他的我生 真真不可思 与弥陀经上所讲的相应 弥陀经上说 不可以少善根 佛得应允得身比较 那换句话说 临终生年往生的人 必定是过去生者 生生世世 曾经供养过 无量 祝福如来 这个 得祝福如来 为神的加持 他成功了 见到佛来 为弥陀 圣号 名闻 设法 若有文者 智行 行药 顺念 必顺 这一句里头 关键的字眼 在智行 行药 这一句 智行是真心 真诚到极处 丝毫怀疑都没有 真心 正欢喜 得要是欢喜 神灵彼神 温明信守 俗智 菩提 祝福 同心 舍佛 共赞 故人 足处 出极乐世界 其他 足处的 没有 确确实实 没有 那么听到这个法门 你怎么会有这种机会 遇到这个法门 真真听懂 听明白了 真假修子 有所谓 万元放下 什么时候往生 现在钱就往生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底下记者说 佛以文明发心 文明得福 文明得人 以文明固 住三墨地 真不退转 功德无量 是以难死 没有法子想象 真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是这个经要洗脚 许许多读 过去生中 做的上根 福德 很多 但是还不足 还有欠缺 那有没有办法 把他所欠缺的部分 补足 有 这个经典 这个经典 作用 就在这里 把你的善根 福德 因缘 补足 你真搞清楚 真搞懂了 你就晓得 哪些 该放下 哪些 该提起 你有智慧了 你就会 勇猛 紧紧 那就能 很快 成就 不客气 我 你 有 有 有 你 人